第四集 大家安安 今天要跟各位介紹 一山展上的 蝙蝠俠阿卡漢系列最新作品 第三彈 蝙蝠俠阿卡漢 始源 故事是在前兩週的時間點之前 敘述年輕時的蝙蝠俠 被黑面具懸賞五千萬的向上人頭 來自世界各地的怪咖 為了賞金都直接到阿卡漢城來分一杯羹 玩家除了要對抗反派勢力之外 還要一邊小心基於掃金的警察 瘋狂的追起 現在就來看看有哪些新功能吧 戰鬥系統和前座大同小異 年輕氣勢的阿扁 在武打動作上變得相當粗暴 這次製作團隊似乎非常想要強調 頭上的兩根腳是中不斷的 竟然在同一個戰鬥裡面 不斷使出火箭頭錘真的是超硬的 在戰鬥節奏上也略有小小的不同 從畫面看起來除了反應敵人的攻擊之外 另外還要按攻擊鍵才能進行反擊 似乎少了一貫的速度感 不過在操作上也變得更具有挑戰性 這次的犯罪現場還原功能變得更多樣化了 不只是找到線索之後狂暗按鈕就好 還可以控制時間軸來還原命案現場 這邊只能說 尾恩科技實在是太偉大了 任何一個細節都逃不過阿扁的法眼 而在武器方面 因為新的遠存找在多數敵人出現的時候 可是相當的好用喔 可以先預設好噴射雙頭的方向 先射倒一個敵人之後 將另外一頭噴射到另外一個敵人 再將兩個人瞬間的Q在一起 阿卷真是試射自如的愛阿 或者是將預設入鏡設置在高處 射出的遠存倒之後噴射的另外一頭 就能輕輕鬆鬆將敵人倒掉在高處啦 本作當然少不了大量登場的敵人啦 有金剛王超能回復的上蹤 還有尚未掛點的小丑 班根等經典角色 到底最後大魔王黑面具的陰謀 到底是什麼呢 又會使出哪些Beebee的手段呢 今年秋天就能完整體驗啦 本作會於今年10月25日發售 還會推出在PS3、X8360、PC跟WU上 另外還會推出掌機版的 扁褐俠阿卡和史源低門 讓每個平台的玩家呢 都能享受不貴的暴走之旅 是不是推跟推很大呢 通就對了 啊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